顶星集团隐瞒购买大桶黑心油的风暴 持续延烧 在上午屏图和张望两地搜查之后 傍晚台北地检署检察官也率队搜索了松江路的卫权总公司 直到晚间九点多他们才离开 另外呢也带走了一项资料 离开前带回异乡证物 黑心油风波持续延烧 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六号晚间率队 搜索顶星集团旗下的卫权总公司 清查黑心油使用状况 尽管检调不对外说明下一步动作 但不排除约谈相关主管道案 而为了查证顶星公司是否知晓 向大桶购买的油存在问题 除了顶星屏东厂 检察官更兵分两路 搜索彰化总厂查扣采购的相关作业文件 要厘清事件责任归属 前往彰化县永靖江搜索顶星公司的办公处所 还有另外一处工厂 那同时也再次搜索 顶星公司屏东厂还有厂厂的住处 那搜索结果有查过顶星公司跟大桶公司 都有的记录网牙文件 还有顶星公司跟卫权公司之间的业务网牙文件 五号晚间 顶星的检验报告出炉 马上在第一时间送上 由卫权提供的配方 由屏东县卫生局继续比对 目前已经确定 大桶提供顶星的黄橄榄油与绿橄榄油脂肪酸比例不符 不过葡萄籽油的脂肪酸比例 则是相符合 但顶星集团是否知情不报 不只检验 检调还需要进一步搜查 有点TV综合报道